有很多都市传说都是惊人杜战后越传越玄 但今天这个不太一样 投稿网友猫博尔算是半个传说的亲历者 这个故事发生在辽宁安山 猫猫的大姑早年丧偶 后面一直单身 前些年赶上拆迁赔了笔钱 之后就准备买房 当时选了林山 劳务市场旁移动回仙楼里的一套房 这套房子据说之前自杀过一对老头老太太上吊走的 什么原因不清楚 所以这个房子闲置了很多年 因为猫猫的大姑她不信这些东西 加上这个房子位置不错 价格便宜就买了下来 前年秋天的时候 大姑就惊人介绍 认识了一个男的叫老曹 除了一段时间 老曹就搬到了大姑家 两个人搭伙过日子 老曹跟妻子离婚多年 有个女儿 不过这个女儿一直是跟她前妻过 这个大姑跟老曹刚开始结束的时候 老曹还是个好男人 做饭顾家 还会照顾人 可是一年不到 老曹就露出了本性 不是劝大姑给他出钱投资做生意 就是要求给他买车 但大姑有个儿子 合计着将来娶媳妇得用钱 所以一直没有答应老曹 钱把得很紧 这个老曹刚开始还只是小闹 后面就跟魔政似的天天大闹 纠缠不休 大姑就不太想跟他过来 让老曹搬走 但这个老曹死活不搬 没办法 大姑就出去躲清静 这个期间 老曹拿自杀威胁过大姑两次 还惊动了派出所 后面大姑就跟猫猫讲了这个事 猫猫就寻思要帮大姑出头 因为大姑的孩子就不在当地 他就准备去跟老曹谈 让他别作了 赶紧搬走 那天早上 猫猫和大姑老公就一起过去了 当时还提前报了警 两位民警跟着猫猫一起上的楼 大姑还有猫猫的老公 在楼下车里等着 到了门口 就直接拿钥匙开门 民警在门缝的位置 猫猫在开门 突然间就听到 这个民警吸了一口气 一脸的惊恐 猫猫就深度看了一眼 差点把这个猫猫给吓昏过去 老曹用一根铁丝 吊在了门梁上 跟木偶一样 脑袋搭蜡 一动不动的 这个民警就上去看了看 说已经凉透了 就把门关上了 猫猫就跟着民警下楼 其实这种结果 猫猫觉得对大家都好 甚至心里还有点解脱的感觉 不然老曹总闹 大家都不安宁 民警也说 这下不用再天天折腾出警了 好了下午 相关部门就过来做尸检 然后就需要家属签子 活化 处理后事 因为这个大姑跟老曹 属于搭伙过日子 没有领证 所以就找来了老曹的女儿 这个老曹 他有一个老楼 但这个老头混得挺失败的 当时继承这个老楼的时候 跟兄弟姐妹们都闹掰了 除了他女儿 没有亲属愿意过了 结果他女儿来了 也不签字 是叫老楼的继承权的 而且说了 不愿意拿出一分钱来 给这个老曹送葬 活化 他女儿不管 老曹的遗体就只能掉在那 无论如何 毕竟这个老曹和大姑生活了一段时间 大姑就出了500块钱 给这个丧葬的员工 把遗体解下来 放在沙发上 盖上了脸 但人家女儿不签字 别人没法管 第二天 跟这个老曹的女儿又沟通了一下 他仍然不签字 当时是夏天 这个警察就劝他女儿 你再不孝顺 也得管呀 你大夏天的再放下去就臭了 他女儿就各种诉苦 受委屈 从小到大 这个老曹没管过他 小的时候还经常喝酒之后 打他 他很恨老曹 他妈 也就是老曹的前妻 也说这样的人活该 他们绝对不会管 然而 就在当天夜里 同楼的所有邻居 都说在半夜 听到了敲门声 挨家挨户的敲 刚开始呢 是老曹的声音 问能不能开门看看他 后来呢 就变成了三个人的声音 一个老太太 一个老头子 骂骂咧咧的 还有就是老曹 就一直在问 能不能开门让他们进去 那从这个猫眼往外看呢 没有人 只能听得到声音 一直敲到下半夜三点 挨家挨户的敲啊 第三天早上 邻居们急了 集体到派出所门口闹 让赶紧把这个遗体 清出去 大家呢 也七嘴八舌的 把敲门这个事给说了 那到了中午 老曹的女儿和前妻来了 脸色铁青 二话没说 直接签字 故人抬遗体去火化了 有好事的民警呢 就问 然后啊 老曹的前妻就讲说 他和他女儿 头天晚上做了一个 一模一样的梦 说老曹呢 在一个门里 门半开着 一个老头 一个老太太 往里拽他 这个老曹呢 拼命的往外挣脱 但就是出不去 然后这个老曹呢 在梦里啊 就喊 说再不送他走 他就要抓他们 去做伴 这才吓得他们啊 赶紧来了 急匆匆的签字 收拾 那出了这个事以后呢 大姑也不愿意 在那个地方住了 这个房子呢 被一个老头地价买走了 放了鞭炮 还做了两场法事 后来的时候啊 这个猫猫他们呢 也没有打听了 但全楼层啊 都被敲门的这个事 至今是个谜 据说啊 那附近没有人 不知道这件事 有附近的朋友啊 可以说一说 好了 我是老朴 下个故事见